就我这儿了 你先把它放地上吧 不行 我进去坐坐 出发在那儿呢 这不萧总吗 西克啊 你们住在一起 是啊 我们住一块 朝夕相处的室友 原本这个洛夫特的室友回老家了 就没回来 房子一直空着 我就怪了 这什么东西啊 文具礼物啊 写了 这不是给你的 那不好意思了 在我们同居规定里 吃是共享的 你这个泡菜也符合我的口味 我得尝尝尝 喝水吗 喝 热的 凉的 喝吧 温的 谢谢 老同学是吧 来一把 来 来 来 游蜜 知道无数小霸王吗 甭管游戏还是限时 四轮还是两轮的 我就不知道 这书子怎么写 吹牛吧你 咱俩来一局 我们来 你不玩吧 我走了 你先玩 消气 你也会忘带手机啊 谢谢 你都多大个人了 玩个游戏输了也生气 放心吧 待会儿我帮你报仇 和男生合租方便吗 你说老隋啊 你看 你这就是不知道行情了吧 现在租房子 人品 作息 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远远高于性别 和老隋这样的室友 那是完美室友了 而且这个房子我还省了一个中介费 还有押金呢 这三年 你真是变成了一个精打戏赞的好手啊 就是社会经验稍微 比你丰富了那么一点 对 有什么想要请教的 随时欢迎 那个 你们那个黑松贞的评选 什么时候啊 你还真是全心全意想送我走啊 嗯 何小冉 能和你重逢我真的很高兴 在乌苏这段日子 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 但现在我想问你做点什么 不是做错 就是扑空 而你所做的事 就是想让我早点从你的视线里消失 是 季风评选在下周 希望你不会觉得太晚 那说好了 七年之后二十五岁的这一天 一起来取时间胶囊 不管怎样都要来哦 好 铁三角不散 不散 可小冉 你拿这个装泡菜 密封好 好 黑松贞移住榜新一届评选 正在锦罗密鼓进行中 据悉无苏室有十家酒店入围 评审团正在进行全方位考察 结果将在近期产生 请大家事务以待 你怎么可以随便看一看 严副总 我发现咱们季风突然变得这么好啊 平时吧 就消灯把咱们折腾的果腔 他说我选了能做 就把餐厅的桌子全给换了 还有他说咖啡喝腻了 就大汤水巴里加了各种积极坏毁点品 本来喜业赢得好好的 非得说不好问 全换了 可是跟着转了一圈突然发现 他对那些武力需要全打在黑松针的彩分点上 咱们都被骗了 慢走啊 人家呀 是半猪吃老虎 您的咖啡好了 给您 谢谢 请问您需要什么 一杯咖啡 好的你烧 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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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了 给您大礼拜了 辛苦大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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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了 来来来来 好好好好 孝总来了 孝总 孝总 咱们中了咱们中了 这都没想到 走 我们是不是 加公司呀 找什么急呀 这人流量上来了 各方面不都得睡着穿高吗 孝总 是不是不开心啊 没有 孝总我看你最近情绪不太好 是不是太辛苦了 要不咱们 庆祝庆祝 给大家也换换心情 是啊 每年这个时候 咱们不是团建吗 下葬 去吧 去吧 好 那要不要 把小何主播也交上 人家毕竟也算是个大功臣 不用 才未必愿意来吧 妈 您这消息可靠吗 季风要卖了 你说这新来的总经理啊 真的是太厉害了 无愧是互谱来的 听说 他才来的多长时间 一下子就爬上了 这黑松针移住榜了 还自营出一个 什么新钻餐厅 这价格都翻翻了 可是他费那么大劲 就为了卖高价钱 别乱说了 我是听我圈内的朋友说的 他们已经呢 他接枪买枪了 这肖总 先把我们打到谷底再灌名 打着感情牌 低度着别人 为他全心全意地放下 这每一步都是棋呀 你在说什么 我得把这事告到枪上去 不是 谁啊 你自己吃啊吗 你还一口都没吃呢 小总 我敬你一个 希望您明天继续带我们 永登高峰 把那个啊 银松针 金松针 带色的咱都拿下来 我干了 您随意 来 去玩去吧 好 先走 我和小何主播说了 他说到时候看 没给准话 我又没问的这个 小总 费这么大力气 让季风拼上黑松针 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的守判法 您对季风未来有什么打算 和户部之前能不能 我 拖不拖落 小总 我可以给你自拍一张了 刘福总有一些 好 你给刘福总开心一点啊 好 下一个 小总 小何主播 我还以为你不想来呢 我帮了你那么大的忙 来蹭你们一段庆功院 不过分吧 小长吉 对不起 三年前 我以为你用最拒绝的方式 跟我划清界限 我当时用了很长的时间 才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次冲锋 我才知道 原来其中有那么多的误会 其实我心里很乱 所以为了图个清静 才卯足了劲想赶你走 怎么了 我走了就清静了 不过你也真是奇怪 只要能评上黑松针 我是出于什么目的帮着你 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 反正 喝着这个酒咱们就还是朋友 下一次你再来无苏的时候 记得找我 请你吃饭 好 好 干杯 同事们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大功臣 小何主播 吃接下来的季风真心话活动 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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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大家看到了我旁边有两个盒子 待会呢我会从左边的盒子里面抽出人名 被抽到的人就在右边的盒子里面抽问题 你也可以选择回答真心话或者是挑战大冒险 听懂了吧 听懂了 听懂了 开始了 好 幸运人是谁呢 谁啊 谁啊 小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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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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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抽那个 下的幸运观众 说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没有秘密你们都知道 也肯定 也不肯定 那说一个萧总的也行 萧总的我就打算 对 你说萧总 不能瞎编啊 萧总 那我说一个 快快快说快说 我打扫萧总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一个秘密 在萧总大高大帅气的外表下 他藏的是一个卡通大男孩 卡通 对啊 在他桌子上有一个小鸟的蓝牙收音机 大家不知道吧 萧总还是一个从心未敏的人 那咱们酒店也有来 云翔 您是不是嫌不够萌呢 那是我一个朋友送的 是小和主播送的吧 小和主播 小和主播 你那天费这么大劲 亲自做糖醋小排 弄小凉菜 不就是给小和主播吃的吗 好 这么热闹啊 也是 季风卖了个好价钱 是该庆祝一下 说啥呢你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季风刚平常黑松毡 好日子才开始呢 就是 你胡说八道你 我是不是胡说 你问他呀 萧总 他说的 不是真的吧 季风确实要转手啊 这 不是 那季风卖了我们怎么办啊 就是这样 对啊 我们怎么办 新业主会负责人员管理的事 你个臭小子 你那天说尽了好话 让我把面店还给转让掉了 你给我画了个饼 叫我来 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是不是 我也是挂了套过来的呀 老板换任就是人员拿清洗 你没有我们想过吗 少说两句 就是 我今天刚刷信用卡买个裙子呢 我好像是被辞了怎么办呀 一分钟也带别人去了 走 快 老孟 大家先别急这个 大家别着急 大家等一等啊 小然 你还没明白啊 你也上他当了 他为了利益利用你 利用咱们节目 咱们也走吧 来 我再等一等啊 冷静一点好不好 小刘 着什么急啊 现在还没有结果呢 你 老隋 老隋 你先走吧 老隋